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洛杉矶线卫生服务部发现的一项分析发现 住院期间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 从9月和10月的14%增加到11月初的25% 这些增加的比例与洛杉矶的确诊数同时大规模上升 当病毒在11月初激增开始 平均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不到20人 截至本周三的过去一周内 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上升到206人 县卫生服务部门表示 死亡数字增加的原因是医院人满为患 染疫严重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 因此死亡率和住院率都大幅上升 呈现第二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站点 将于本周六在阿利索维耶后的索卡大学开放 陈县卫生官员表示该县最终计划开放五个注射中心 并在7月4日之前为所有陈县居民接种疫苗 不过目前符合资格的只有医护人员 长期护理设施的住户和65岁以上的居民 该接种站点预计每天为上千陈县居民提供新冠疫苗的注射 Long Beach今天扩大了疫苗注射范围 食品工人将会是除了医疗保健行业之外 第一批获得注射的关键工人 住在Long Beach或是在Long Beach工作的杂货店和餐馆人员 都有资格注射 通过GropHub Uber Eats的应用程序提供外送食物的司机 则不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格 官员表示他们将被纳入运输组将会在第三轮获得疫苗 疫苗接种只在Long Beach会议中心预约进行 这是该市开放的最大规模疫苗接种点 每天可为1800人接种 Long Beach的市长贾西亚今天表示 我们的疫苗推广进展顺利 我在其他地方经过很多糟糕的事件 但在长滩没有发生 所有符合资格的居民 可以在现公共卫生部门的网站 vaccinatellacounty.com注册预约 没有电脑的居民可以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 30分之间致电833-540-0473寻求帮助 负责购物网站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业务的行政总裁 克拉克表示愿意协助新政府加快分发新冠疫苗 克拉克提到亚马逊准备透过营运 资讯科技传讯能力及专家 协助政府分发疫苗 公司规模容许我们立即发挥有意义的影响力 他上月已经要求亚马逊尽快为旗下超过80万名美国员工接种疫苗 至于另一名负责亚马逊政策及传讯团队前拜登员工 卡尼月初受访时已提到 亚马逊已经向新政府提供建议及分享经历 愿意提供帮助 白宫健康顾问福气今天表示 新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的新冠疫苗 在预防新的更具传染性的病毒株方面 可能没有那么有效 他补充说即使没有那么有效 但仍然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 这些疫苗值得购买和注射 福气也表示目前健康机构 正在密切关注疫苗的效果 如果不得不修改疫苗 届时还会有其他的计划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